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蜜的任务的粉丝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全部都看完了追完了都是追过来的 之前我们看到在开始的时候有说可能觉得自己是从零开始 现在觉得走到今天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吗 我现在肯定不再是个零了我觉得 这几个月过去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能够再加个一分 一点五分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是 在专业的部分我觉得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 现在跟以前最不一样的是我们以前是 没有手机能够及时地看到反馈 我们现在是可以及时地看到反馈 我又是一个冲旺活人 我的喜爱度排名就一直在那个后面 就心里头还是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哪里表现得不够好 所以大家不喜欢我 然后经常其实看到的时候 心里头是会有一些不是滋味 对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烦恼大概三分钟 然后 猪猪姐 靳雯姐 走走走走 亚瑟酒 所以我们也知道你参加这个节目 有很多圈内好友为你打call 比如说太多了吧 很多 张静怡 钟楚希 林允 周宇童 不止吧 李怡童 李斯坦妮 美女天团 没错 美女收割机 好羡慕 怎么回事 好想拥有 就是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女生之间的互相欣赏 然后其实像我 其实是通过工作的场合去结识朋友 私底下休息的时候 其实几乎是不怎么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 也可能是跟最亲近的朋友们一起 就是出去玩一玩这样 其实很少能够结交到别的人 对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场合能够碰到比如说白鹿 对不对 就是遇到也很热情的朋友的时候 就会一拍即合 这个是互拍 一拍即合 所以说我其实觉得是要主动 是要主动 在社交的时候 就是面对你想要去接近的人 我觉得就是要主动 你们看到我就知道 主动的人才能拥有春天 好漂亮 谢谢你 还是想要一只贼期待你 你好 好漂亮啊姐姐 天呐 我的尸子 主动的人才能拥有 姐姐 才能拥有美女贴贴 所以呢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跟不同的姐姐的一个相处方式 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害怕自己说出去的话 会伤害到姐姐 会让姐姐觉得 你很拽 你什么东西啊 你什么东西啊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个人来疯 我只要姐姐对我一笑 我就觉得 聊一聊聊一聊这样子 然后我的那台相机呢 其实买了机的机会已经很久 我就觉得那 这是她一个翻身的好机会 我就戴上了她 然后我真的就用就是 姐姐好漂亮 给你拍张照吧 这拍照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社交工具 然后就真的结识到了全场每一位姐姐 那姐姐们会找我要照片 我说那加个微信吧 我说我把照片传给你 压到了所有人 对对对 幸福的一天 是的 我觉得喜欢 就是一定要主动一点点了 对所以其实经常就是聊完之后 就会想怎么办 我今天会不会说了一些 让姐姐不太开心的话 但是目前就是 我觉得姐姐们都对我很包容 对我特别的好 所以参加陈峰2023 跟这么多姐姐在一起 聚开心 我这一次本来想正经一点的 对但真的很开心 但是的确可能因为一些原因 我没有办法跟很多想合作的姐姐们合作 这也是我非常大的遗憾 所以为了填补这些遗憾 每次见到别人组的那些没有办法合作的姐姐都抱啊 抱抱 贴贴 贴贴聊聊天 拍照啊 对 狂拍 没事就是未来的肯定有很多舞台是可以合作的 没错没错 大家都说你跟娜姐是双向奔赴嘛 跟娜姐是格外格外的轻松的 觉得娜姐是那种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吧 路化江南就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美丽 因为我就觉得我跟娜姐都是一模样的人 就是我们两个说哪到哪 而且我们是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说出来 我就觉得我跟娜姐之间是完全无钩 就是没有任何的交流障碍 一见如骨 对 而且我觉得仙娜姐姐有的时候 她还是蛮会看我的一些就是状态的 就是娜姐天天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的 但其实我觉得娜姐是一个非常严格 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说医工的时候也选择了龙泉嘛 就没有想到就后来就一直跟娜姐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这也是一种上天注定的缘分 对 然后现在跟娜姐的就是也真的就是很熟很熟 其实她每次是选择你的你的感受是什么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 就是我们都是坚定的选择就是歌曲 其实也不是说选择我 我们都是选择了想要去做的这首歌曲 没错 嗯 是享受的 非常享受 Amber的合作的这个叫做 I'm Not You You 对 Amber就是不管舞台 就像我说的你播出怎么样你不知道 所以说享受当下的时候 我跟Amber两个人是非常的开心的 嗯 我们两个就是玩得很来 开起来幼稚模式 幼稚 对 我就喜欢就是跟我幼稚的人 我不要 Amber 有鱼 有鱼 但是其实我知道Amber是一个其实压力也会很大的人 但那一次有机会之后我觉得我跟Amber相处下来我们两个都是就是你说过来我说过去 但是我们会觉得很解压我们会很开心 然后在舞台上也就是唱得很爽 然后跳得也很开心 I just wanna be myself I'm Not You Girl I'm Not You Girl 我就直接够了 在其实你三年前有演艺吧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因为看了呢 当然有看了 那我真的就是小小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呀哇 看我微博了是不是 不是本来就一直在关注 因为他们说如果想要看姐姐闷的话也可以去肯尼的微博 想姐姐也可以去肯尼的微博 你还能说什么 好希望陈锋2024 如果做陈锋2024可以应聘我 可以应聘我什么舞台秀导啦 什么后期啦 选歌啊 都可以哦 选绝尾OK 两个字安排 对 就是我觉得我很厉害 我厉害的原因是我用同样一首歌曲 合作到了Lisa 合作到了Amber 对 就我觉得 开心的之余也感激自己 对对对也感激自己 像送过皇冠给你 对对对 就是会觉得人生是会有一些机遇有一些缘分在的 没错而且两次舞台我觉得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三年前跟现在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了 之前就我在你的微博里看到了我分享阿琳姐的歌 第一次龙泉跟阿琳姐在一组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 我告诉阿琳姐我说以前在梅塞德斯看你的演唱会 然后现在你就坐在我的旁边 你在听我说肯定我该怎么做啊 我真的就是会开心到流眼泪的那种 然后阿琳姐就会说 怎么怎么了吗 我说我就是觉得我发自内心很为自己觉得开心 因为是因为 要上架就 我也觉得我感觉更流眼泪 不是不是 最激动 激动 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像追星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出道很晚的艺人 来到这里就真的是感觉进入了就是梦幻家园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开心的同时也会很感激自己 就是一直都没有放弃 才能有现在的跟姐姐们的相处 超棒 真的越接触就是真诚就是必杀戒 就看得出你对这个舞台的真诚 你也要哭 没有 开个玩笑 那刚才说到了你有帮很多姐姐有练习 那你压力会加重吗 我觉得肯定肯定会有吧 首先是因为在知道了这一季录制的名单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惶恐 我就觉得自己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是跟这些姐姐比起来 但是呢我在舞台上的经验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就会觉得我一定一定要主动的去帮助姐姐 所以你看我一直在提静文姐 是因为静文姐从三公开始下个路口见我们 后来就一直在一组 我就是真的看到静文姐的完全的蛻变 就是看到姐姐们变得更好 其实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我会觉得原来我对于姐姐们来说是 就是小宝贝是很有用的 对这样子 但压力大的原因是我语速很快 我是就是说话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 是直爽吗 我现在在思索啦 静文姐告诉我 三十岁了要沉稳有点 没有意思那么快 如果不是因为陈凤2023 我觉得我很难很难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跟这么多优秀的姐姐们在一起 能够认识这么多的优秀的姐姐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人生经历 觉得到现在为止 最喜欢的是哪个舞台 下个路口见 对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 会让我感觉更游刃有余一点 没有那么的感 我觉得每个舞台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遗憾 但我觉得下个路口见 整个相处模式下来 我一直都很融在其中 然后很开心 对 然后那会儿就跟猪猪姐住在一起 然后是第一次跟猪猪姐 就是比较近距离的 相处 但是后来跟猪猪姐住在一起 猪猪姐好能熬夜 然后很优雅 猪猪姐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也是这样 胡说八道 我这样很舒服 很放松 对 很优雅的一个姐姐 然后也会给我一些 就是让我有一种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的 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 会给我很大的启发 是 对 那我其实还有其他的姐姐 比如说艾拉姐姐 之前有看到你说她是好导师 好姐姐 感觉跟她这次见面有什么不同吗 跟三年前 又要感谢节目组了 节目组有完成我的心愿 就是让我做了一次MC 就简短的MC 最后一期 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一期 正好是艾拉老师的生日 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尾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于我来说 更是一个很好的收尾 因为艾拉老师以前是我的导师 她是指点我唱歌 然后教会我很多声乐方面知识的老师 就怎么说呢 现在跟艾拉老师坐在一起 我生病的时候艾拉老师都会 察觉到我的情绪低落 然后会过来跟我说 可你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会觉得很神奇 对 就是跟昔日的导师 可以在一个节目里面 一起唱歌 一起录节目 而且艾拉老师的化妆桌 就在我的隔壁 没错就是会有一种 哇 哇 就三个多月了吧 每次看到她 还是会有一种感觉 而且我看到艾拉老师的舞台 我每次都很激动 就是我会觉得 她在我心中一次比一次更立体 更具象化 更完美 然后我觉得那一次 正好可以给艾拉老师庆生 我真的就觉得 人生圆满 所以就工作的人员 就都会跟我开玩笑 可你也是圆梦2023 我说没错没错 谢谢你们圆梦2023 是 但是当时看到她 三年前对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 大家都会觉得 哇好感动 你告诉我 人不要一直紧绷着 总感觉要表现得很好才行 要学会放松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要活得像个人 现在 感谢老天爷 我离你好近哦 是你告诉我 可妮放下焦虑 三十而立 你是好偶像 好老师 好姐姐 因为几年前参加节目的时候 会更紧绷 但是其实在老师的眼里 就会觉得 你过度紧张 你过度消耗了你自己 其实从她的角度看我 会觉得我已经没有像人了 没有人类的情感了 今年的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 就是 哇原来那个时候好无知哦 哇 谢谢 还有这一家影片的奖杯 哇 谢谢 谢谢 这也是长大的一种 就是必经过吧 对 我觉得年少的时候就是 敢拼啊 没错 对吧 拼就对了 我觉得会一直 不会说到现在为止 就不去了 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很多姐姐她依然 不管是多大 什么情况 她还是很努力 对 然后状态也非常好 我觉得我看到姐姐们 我也希望 未来的我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我60岁了 还要跳广场舞的C位 开个玩笑 来05可以吗 我们加入 我们跟着跳 但你觉得这个乘风的舞台 和之前的舞台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以前那一次 我觉得是身份转换的一个问题吧 以前是在一个完全看不见 结果的一条道路上面 你又会希望自己 能够让别人看见你是谁 但是这一次在这里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 成长 沉淀 学习很多 我觉得心态非常非常不一样 可能以前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做舞台 我就是我今天晚上这个动作 我练到凌晨四点 早上你让我睡半个小时 五点起来录制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更多熬夜的原因 是因为在跟别人聊天 真的 真的是 每一分每一秒 对 这是每一分每一秒 我就下姐姐们 我说还有六天我们就结束 我让娜姐说那你要怎样 我说我决定我今天开始不睡觉 就是心态 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 但是不变的是 我会一直一直对自己舞台高要求 播出怎么样 舆论怎么样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我们也不要去预想 我们只做好当下的事情 尊重舞台 敬畏舞台 就好 所以参加陈峰2023 觉得自己参加这个节目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收获了很大的成长 就首先去谢娜姐姐说 肯尼在这里从二字的末尾到了三字的开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今天小明老师有来探我们班 她说你经常陪姐姐教姐姐们练舞 跟这么多姐姐 你有没有觉得谁是你最 你最满意的学生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在陪姐姐们练习的时候 姐姐们也在陪我聊天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相互的 而且我在跟姐姐们聊天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教会我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今天跟敬文姐姐来开玩笑 我说其实节目让我感觉少走了很多年的弯路 会让我就是学到很多人生的一些道理这样 是的 所以成长吧 所以你特别想感谢哪个阶段的自己呢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是都不能去选择放弃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我在之前的任何一个环节 就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在往蝴蝶的方向去发展了 对 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定 一步一步一步走才能走到现在 所以通过这一次的节目 我觉得我未来会更坚定 我只会越来越坚定 不会再对自己觉得迷茫或者怎么样 这一季的乘风到最后的尾声了 现在觉得有什么最不舍的地方 一定是这帮姐姐们 怎么说呢 今天彩排的时候 站在舞台上面就是人一直在犯晕 但是当你看到这么好的舞台 你看到姐姐们 娜姐 金文姐 小敏 然后还有林姐 你还是会觉得 怎么就到最后了 我真的舍不得 其实中间也发生一些生病 或者怎么样 是会让自己的身心都会不太愉悦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会儿都觉得 没关系再往后看看 但是等真的到了后面 你还是会心里头犯酸 就觉得好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再尝试 就像娜姐说的跳到石弓好了 没错 就是还是会不舍得 因为这里真的很难得 就像我第一期 我说内娱没有舞台 是真的没有舞台 然后我每走过一个排练厅 我看到排练厅 有东西陆续在拆的时候 对我感觉像是 就是那个梦快要做到头了的感觉 不 你的路越来越好啊 更多的舞台在等着你 我们在更多的舞台可以看到你啊 希望啦 但是对演员曾可妮 就是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期待 就是在不同的姐姐身上 看到不同的人格魅力 然后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把它运用到我的演技里 你知道跟靳文姐她们 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想拍戏很想拍戏 就是她们的演员魅力 非常的迷人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说希望自己 未来的路就是 还是要继续向前跑 你一定一定可以的 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 爆料吧 我想想 小美 小美在我的印象里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像 羊娃娃的那种感觉 然后非常的可爱 她见到我们第一次的时候 小美就怎么样 然后我就对她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觉得她很甜美 然后这是我完全没有的东西 人就是越没有什么 就越喜欢什么 对 所以我就对小美 结果小美第一次在出舞台的时候 她声音一出来 她是御解音 她的声压非常的高 然后我当时就被狠狠的震撼 所以我对小美印象其实很深 然后在上一次武功的时候 小美举着她的手说 我老公叫我弹吉他 我说小美原来结婚了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小美其实是 我武功才知道 我直接从板子上面滑下去 我直接从板子上面滑下去